你可以看到昨天的这个退休的这些警销人员 他们上街头呢 后来带头的这个新北市议员林国春 就喊出了这一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 自己养尊处又在讲蔡英文总统 然后拿我们的薪水来养他 该不该杀呢 这句话真的是引发了重怒了 你怎么可以一个当过警察的 还是现任的这个议员 去讲总统该不该杀呢 那么今天他就开始论回来了 他就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 蔡英文总统三个字 他说他主轴是放在退休金 真是如此嘛 我们先带您定一遍 国家的金水 然后拿我们的金水来养他 有没有道理 该不该杀 该杀嘛 就在过去早就砍头了 好 我说该杀然后又砍头 那么今天他如何来讲呢 尤其在昨天呢 跟周玉寇针锋相对之后 他就说如果民众觉得 听起来好像朝这个方向 他也没讲清楚哪个方向 他说他当然要道歉 但是呢他就说他是反对暴力的人 大家也知道我当过警察 我希望社会回归正常 我也不会衍生暴力的行为 这算不算道歉呢 这是林国春今天最新的回应 做国家的金水 然后拿我们的金水来养他 有没有道理 有 该不该杀 杀 该杀嘛 杀 就在过去早就砍头了 年轻改革抗议现场 身为活动发行人的新北市议员 林郭春雨柱惊人 说蔡总统该不该杀引爆话题 30号上午 他也针对此事出面之前 对于所有的民众 觉得他听起来 好像是朝这个方向 我要道歉 是是是 我当然是说 我希望 大家知道我是反对暴力的人 是 大家知道我当过警察的人 你是维护治安的 我是用社会回归政长 我也不会衍生了暴力的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